黑色轎车准备变换车道 突然压到一张折叠椅 这台车失控先撞上旁边的车 再撞上护栏转了好几圈才停了下来 黑色轎车保险杆直接掉在路中间 被拨挤的轎车也是车壳碎满地场面 触目惊心 车祸发生在台74线的北屯段 黑色轎车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又压到掉落的折叠椅 失控撞上其他车辆造成三车追撞 而这一撞也撞出其中一台车辆驾驶 就驾上路 警方说其中一台被拨挤的车辆驾驶 还侧出有酒精反应 被一公共危险罪嫌送搬 至于车祸责任归属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另外在国道三号清水路段 也有轿车疑似变换车道不慎 发生追撞事故 白色轿车车头全毁 当风玻璃也碎裂 逆向停在路阶 因为驾驶疑似为了闪避变换车道的车 失控撞到外侧护栏 波及另一台车 造成共有五人受伤 有关不明车辆涉嫌造势逃逸部分 后续将调阅相关影像后 再通知驾驶道对说明 台中一天发生两件疑似变换车道 不慎的追撞车祸 还好伤着送以后都没有答碍 但警方也呼吁 开车上路变换车道前 要先注意左右前后来车再变换 华西红林医学红联会台中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师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